国民党立委罗廷伟举行常病毒疫苗应纳入公费的记者会 说明目前常病毒人数正逐渐的创新高 疫苗要施打2至3剂 这对家长来说不是一笔小的开销 希望为6岁以下儿童争取到常病毒公费疫苗 盼能够保障幼童的健康 减轻家长们的负担 近期是常病毒高峰期 就者人数超过16000多人 较前一周14000多人 上升13.4% 并已创10年新高 国民党立委罗廷伟、黄建豪、廖伟祥和林佩祥共同举办记者会 希望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并且开放疫苗公费补助 立法委员廖伟祥表示 依照往年的经验是6月以后才会到高峰期 但从现在的数字来看 不用到高峰期就会创新高 若能用公费接种A71型疫苗 就能避免孩童后续重症的风险 我担心今年的高峰期不但会创新高 而且流行的时间也有可能拉得更长 那尤其是我们肠病毒的A71型的传染力非常的强 很容易引发这个幼童的神经病发症 那疾管署也在新闻稿里面也说过 5岁以下的小朋友更是这个肠病毒重症的高风险群 记者会中罗廷伟也亮出自己孩子的疫苗施打卡 从肠病毒疫苗到流感 总共就有4张疫苗卡要施打 对一般家庭已经是不小的支出 更难想象经济状况较不好的家庭该如何选择 罗廷伟表示近一个月全台已经有552个班级停课 肠病毒症状较严重的A71型疫苗 目前就只能自费约4000元 要打2到3剂 公费疫苗选择少且保护教不全面 目前评估一个孩子从3岁到6岁要打的疫苗 就要约花费3万元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家长 会对于比如说流感疫苗 有公费的 但是很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 宁愿自己少吃一顿饭 多接一些工作 都希望孩子能够打到自费疫苗品质更好 总统候选人不断的提出 要给所谓的新生儿 这些年轻家庭 这么多的福利 有的人甚至讲到 生一个孩子给100万 但我们更希望 现在是不是能够救 我们疫苗的这个部分 能够赶紧给予相关的补助 目前除了台湾以外 日本 韩国和香港 感染肠病毒数字也是持续在上升 提醒家长与小朋友 正确落实请洗手的步骤 并且多运动 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导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